雨傘被吹壞了 好大隻喔 這邊很適合騎腳踏車 他們列車阿船阿飛機阿 從一個禮拜前就開始準備這個颱風 睽違三年的日本行 因為碰上牆台行程被迫改變 本來要搭的JR全部停駛 改搭巴士前往一趟未知的旅程 巴士出乎意料的舒適 一個半小時的車程 途中遇到強風暴雨 路牌警示走行注意 看到了山欄三邊小鎮 沒有人和車的鐵道 這一路心情很複雜 一邊欣賞美景一邊擔心 萬一比颱風晚到 今晚的國屋民宿就沒得入住了 那該住哪呢 台資京都第一站五賀 Let's go 如果隨著搖擺 還是赴走行 每次搖擺 看見 5号到了 感觉真的不能有多意思 一个半小时的车程抵达C5号车站 外面虽然没有雨但是风超大 风车站就在车站对面 因为我们需要赶在台风来之前 搭公车去民宿check in 餐厅就先pass了 我们搭的是西午贺到东午贺的循环巴士 每趟150-300日币 可以上车站买票 午贺这边大概分成复古怀旧的渔港 西午贺和现代化的军港东午贺 换班了换班了 西午贺的房子和街道充满传统的江户风情 也凌厉了一些很西方的小店 这是以前和俄罗斯人交流的历史痕迹 本来的行程是搭公车到东午贺参观 红砖工厂和军港 但台风快到了 公车4点就会停驶 只好把行程改到明天 安全比较重要 在台湾之后没有办法 在台湾之后没有办法 我们在台湾之前 看一个牙类链 在台湾之后 在台湾之后 太阳 好了 在台湾之后 该但的 再加一件 更加一件 在台湾之后 在台湾之后 來 到了欸 超大風雨 現在在吉緣路江 很多船 這邊很適合騎腳踏車 然後來散步 先我去去 五十二 六五 飛貨 五十六 五十 bunny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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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中文字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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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